这个朋友Lisa,她想问车股 问吉利175 股价比较相对高 她买30.4 现在都蚀超过一半了 好,她问上网多少 你建议她怎么做呢? 忍痛止蚀,还是说都可以溝货? 如果你说30.4这些位置买入 可能时间上会是长一点的 看回那个股价来说 可能都是在2021年的1月的时候 才去过30元左右的位置 其实现在已经持有超过两年了 稍微收回息时 股息率一来比较松 变成有少少帮补 最恐慌的时间 其实股价是落到10元的位置 当时观众没有走 变成一个坐货能力 其实相对上都比较高 现阶段去看的话 暂时未有一个重拾升轨的状况 因为始终市场方面 还要对这只股份 来衡量一下 它的走向上是否是一个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可以追得上其他一些汽车公司 所以以至到它的股价 其实有机会短期 可能上到13元附近的位置 已经会有一个受制的状况 所以现时去看的时候 如果你说要上30元 可能都需要有一个多大的耐性 有机会以一个断年来做单位去衡量 但至于今年来说 有机会去一些高点的位置 去到15-16元这些位置 我相信是有机会的 去到那些位置的时候 看看需不需要考虑减测部分的股份 再次准备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